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就是滕代远 滕代远这个名字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有点陌生 至少跟刚才那几位没法比 但实际上滕代远在我军的地位非常高 著名的平江起义知道了 领导人除了彭德怀 黄公略 还有一个就是滕代远 后来红三军团成立 军团长是彭德怀 政委就是滕代远 在后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胜利会时 成立了红一方面军 滕代远担任方面军副总政委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不是总政委呢 别想了 总政委是毛主席 在当时的红一方面军 总司令是朱老总 副总司令是彭老总 总政委是毛主席 副总政委是滕代远 像林彪 陈老总 罗仲桓 素玉这些人 都是他们的想 即 1937年抗战爆发后 滕代远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故事 就发生在滕代远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 滕代远是湖南怀卦人 很小就参加了革命 因环境险恶 一直没有给家里写信 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态的造谣 家里人都以为他死了 母亲天天以泪血 眼睛都快呼瞎了 直到1938年 滕代远的父亲才得到消息 儿子并没有死 而且还在延安当了大官 父亲非常激动 马上把牛奶了 凑足盘缠吃了延安 滕代远很久没见到父亲 也非常激动 拿出自己不夺的金切 让警卫员去买了只鸡 招待父亲 父亲倒不在呼吃什么 看着儿子好好的 还当了大官 比吃什么都强 过了几天 毛主席来了 说我也是湖南人 杖辈来了 我要略表寸心 什么表示呢 主席拿出自己的金切 请腾老爷可吃了顿饭 也没啥好菜 无非多了点湖南的家乡菜 腾老爷子本来想在延安多住些日子 多跟儿子说说话 但他看到腾代远每天忙里忙啊 根本没时间陪他说话 知道自己留下来会影响儿子 就提出要回家 父亲要走 腾代远不能让他空手回去 老家还有自己生病的老母亲呢 但是腾代远翻箱倒柜 也只翻出来八块钱 都不好意思拿出手 连毛主席都看不下去了 从自己的金铁里拿出十块钱 还有一件狐狸皮袍子 送给了腾老爷子 腾老爷子回到家后 成了轰动乡里的大新闻 乡亲们都围着他 说你儿子当了大官 这下你可发大财了 但腾老爷子苦笑着说 发大财 他就是个穷光蛋 身上的钱还没我多呢 吃的穿的连乡亲们还不如呢 这是在抗战时期 腾代远拿不出钱来也无可厚非 但是到了建国后 腾代远担任铁道部部长 依然是寒酸的步行 腾代远跟前妻有个儿子 叫腾九祥二十多年没见过父亲 直到一九五零年 腾九祥知道父亲在北京当了大官 就去北京找父亲 想在北京工作 腾代远跟儿子久别重逢 自然非常高兴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给他吃 但当他听说儿子想留在北京的时候 却沉默了好久 最后说 暗情里我应该在北京给你找个工作 但正因为你是我儿子 我不能为自己的亲属毛取私利 你还是回家种地吧 一样是为人民服务 回到家后 腾九祥的奶奶问他 你爸爸给了你多少钱 腾九祥哭笑着说 就给了一点路费 我下车的时候 身上只剩下一块五了 如果咱家再远一点 我连家都回不了了 1960年 全国闹饥荒 腾代远的母亲和前妻都得了重病 连饭都吃不上 就更别说买药了 最后相继离世 腾代远知道后 躲在屋里哭了半天 但他还是没有回去 只是给儿子写了封信 还加了一百块钱 说我现在工作太忙 抽不开身 而且如果我回去 地方政府又要招待我 老家人连饭都吃不上 我不能回去打扰他们 1974年底 腾代远病逝 临终前 他向家人要来指和笔 家人以为他要留遗嘱 最后却发现他留下的只有两个字 服务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我说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订阅